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3日 那我昨天开了一个checking account 是Loreal Road Loyalty Checking 那我觉得这个checking account特别好 所以说今天做成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这个Loreal Road Loyalty Checking 它这个opening bonus是200块 它的条件呢 是开卡60天内有2500块钱的direct deposit 然后开卡后第二个月到第13个月 那总共是12个月 每月呢有20块钱的奖励 第14个月开始呢 每月是10块钱的奖励 它的条件呢 是每月要有大于2500块钱的direct deposit 就相当于第二年以后呢 每年有120块钱的收入 只要你把你的direct deposit设置成这个账号 且每月大于2500块就可以了 它这个offer的截止时间呢 是今年的6月30号 它这个offer呢不是历史最高 历史最高是500块 但那个offer呢 大概就只有持续了两到三天的时间 那今年年初也有一个300块的offer 那现在是200 那要不要等300的offer呢 大家自己决定啊 但我是不准备等了 因为我早开10个月 每个月拿10块钱相当于100块钱了 这个offer能不能在10个月之内再出现 我也说不好 那这个check account的一些特点呢 首先呢它用的是keybank的routine number 所以说只要是25万以内的存款呢 都是受FDIC的保险的 那然后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呢 就是如果你以前开过keybank的账号 然后keybank有username 你的新账号呢 就是keybank的username 因为它本质上是挂在keybank下面的 我是很久以前开的keybank 然后已经关掉好几年了 昨天去把这个keybank的以前的username找回来 还花了一番功夫 然后第二点呢 这个check account是没有月费的 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keybank的checking 所以说呢 在keybank的atmg取款是免费的 然后呢 它在opoint的atmg上取款也是免费的 所以大大增强了地域性 还有呢 它没有following transaction fee 然后最后一个呢 虽然它是一个checking account 但是它也有一个羞辱性的利率啊 是0.01%几乎等于没有 那它一些不好的地方呢 首先第一个呢 它有个earlytermination fee 如果开卡180天之内关户的话 会罚25块钱 第二个呢 是你两年内的老用户不能拿奖励 然后呢 你在往生的时候呢 身份选择仅有citizen permanent resident和non-resident的三项 那前两项就不说了 那这个non-resident的话 如果你选这个的话呢 申请是会直接卡住的 那我是permanent resident 所以说我选的是第二项 然后在整个申请过程中呢 并不需要验证你的绿卡 它的身份验证呢 我最开始用的是驾照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的驾照号码输进去以后呢 然后就是点下一步呢 就点不下去 最后呢 我是用我的中国护照来通过验证的 所以说如果你既不是公民又没有绿卡 那这个账户能不能升呢 这个我的建议是自己把握了 因为从原则上来说 如果你谎称自己是公民或者有绿卡 将来申请移民的时候呢 可能会受影响 但到底这个影响具体有多大呢 也说不好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同学是申请过商业信用卡 而且申请barclay的信用卡的话 要求也是公民或者绿卡 但是升下来也就批了 最后移民的时候呢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听说这个USCS和这个IRS是互不联网的 只要IRS不发你1099k这种商业税表的话呢 USCS也不知道你拥有这种商业卡 那同样的这个银行的checking的奖励呢 发的是1099int 光从这个税表上来看啊 并不能看出你申请的时候 当时填的是resident alien 还是绿卡或者是公民 但是到底升不升呢 还是取决于你自己 那最后讲一下这个fake direct deposit的这个事情 那在doctoral credit上面呢 有很多DP 然后我就摘了一条 这段话呢是说 对这个银行来说呢 好像所有的从其他银行发起的这种转账都被认作成direct deposit 所以说完成这个2500块钱的direct deposit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大家如果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请点赞订阅 您的点赞订阅呢 是对我做视频的最大支持 谢谢